其实我今天来做节目的时候 我又重新把他当年惹事的那个博客 那个著名的博客重新看了一遍 就是说我们在12月份再来看他5月份的博客 我们会发觉 其实他也没说什么很粗格的事 他引起争议的是两段话 第一段话他说200万是合适的 第二个呢 他讲到这个慈善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说 不要成为企业的负担 但是你过到半年后你再来看这些话 就是他是有他的理性的部分 或者他的合理的部分在里面 但是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 为什么是在半年前这句话 会让他差一点成为全民公敌 对 这个是我们来讲的话 是王石确实犯了一个错误 问题这个错误的本质是什么 我听说王石后来在私下里 跟一些朋友们对这件事情做反思 他认为自己把自己的三个社会角色 搞混了 第一个角色是企业家 换句话说 一个名声不太好的一个行业 房地产商 第二个呢 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评论家 第三是一个公众人物 那么实际上 他是以企业家的身份 讲了一个只有独立的社会评论家 才应该说的一句话 那么这三个角色之间搞反了 所以就犯了一个叫在不恰当的时间 不恰当的地点 面对不恰当的人 说了你自己认为恰当的话 我们在改革方三十年的背景下来看这个问题 当中国企业家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的时候 他们是需要代言人的 那这个时候像王石啊 柳传这些人就成为了这一个阶级 或者一个阶层的代言人 但他们成为了代言人 但是他们其实不适应这个角色 所以他认为我应该去做内工 我应该去老老实实的打造企业的核心能力 靠这个东西在市场换取利润 而他没有想到一旦他扮演这个角色 实际上他是以这样的一个阶层 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这样的一个价值体 来面对整个公众 对您讲的很对 因为他我们来看他那一代 他基本上是那一代企业家里面是有洁癖的人 这个要求很严 然后他不会要求企业去获得暴利 他有平均利益低百分之 整个行业的多少的一个比例 然后他不会去行贿 对这是万科的标志 但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 他代表的阶层 在中国公众心目中是一个不干净的阶层 真的是一个被妖魔化的阶层 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所以在汶川地震中你看 第一个靶子会打到中国企业家阶层里面 最具有洁癖感的那个人身上面 这是带有很大的一个讽刺性和预言性的 而且他那个博客他又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是叫了很多中层联盟的人去捐款 就很多企业家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的俱乐部 中层联盟等等捐了八百多万 然后他说我马上我们还要派人去都江业 去问餐去看当地的房子的破坏啊 结构就是后面的两件事 几乎就没有人看到 一方面其实体现出了中国这个企业家阶层 这也是改革方案以后新诞生的一个阶层 他的中国公民社会秩序中的一种尴尬性 我以前看托克维尔写过 写论美国的民主 他曾经讲过一个说 他说在一个公民社会里面 他说一般的百姓公民 他不太会去指责统治者 或他不太敢去指责统治者 他往往把很多的怒气发泄到谁什么 发泄到那些没有政治权利 但拥有很多财富的人 企业家阶层就属于这样 你没有政治权利 但你有很多的钱 然后你就很容易被比你没有钱的平民阶层 成为公纪的一个对象 对 这个变成公民社会内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点 我记得法国有一个社会学家讲过一段话 就是说现在的社会不再像过去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 有人高高在上 有人在底端 现在社会更像是一个马拉松比赛 形制半途的马拉松比赛 就成为一个一个阵列 互相之间是断的 如果王石这番话 他不是在公共的博客 是在一个企业家俱乐部的内部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量解理解 而不会激起那么大的 但这种景象其实在所有的国家的转型时期 全部都发生过 就好像美国当年像摩根阿洛克菲勒 他们那一代人都被称为是吸血鬼 吝啬鬼等等 所以王石这个事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反思点 就是说其实它可以成为一个案例 就是说如果发生梦川地震这样的情况 你企业家阶层你的代言人应该承担怎么样的责任 应该讲什么话 在什么时候讲话 对谁讲话 怎么讲话 这完全都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我认为是可以解决的 其实我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奇 就是按照你的建议 近年半年之后的王石 再出来面对媒体是一副什么样子 让人期待 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要说的第三个 其实我都觉得如果把它定义为犯错误的人 都有一点点好像不公平 因为确实这不是它什么错误 但也确实引起了很多的风浪 他与可口可乐完成中国饮料界最大一笔收购交易 却为何招来口诛笔伐 明星企业家判断大事接连失误 房产迷局怎么参透 珠峰登顶却无奈一篇小博客引发的轩然大波 三场风波三种尴尬 财经评论员罗振宇 吴小波麻辣点评 我们在炉边谈话 他在炉里面煎熬 中国经营者广告之后 敬请关注 9月3日会员集团宣布 可口可乐将以179.2亿港元收购会员果汁全部以发行股本 有评论论认为 董事长朱欣礼将一家亏损的罐头厂打造成中国大型果蔬饮料企业 在以溢价近两倍的价格卖掉 犹如将闺女选在最合适的时候出价 他本人也将坐收超过74亿港元的股份出让款 然而这位来自宜蒙山革命老区的农民企业家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被卷入舆论血窝 戴上卖国的帽子 目前这笔中国饮料界最大的外资收购交易 已被送至商务部反垄断部门审批 结果牵动着各方的神经 朱经理这个事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其实我们之所以把它抓出来 就想谈一个民族情绪的问题 产业报告最早是联想提的吧 对 产业就是要振兴民族品牌 要打破IBM 这是中国本土公司的一种竞争的一种策略 比如说在90年的中期的时候 藏红和联想TCL用得很好 用得很好 他们用了民族工业 振兴民族企业 一下子把那么多日本跨公司 日本的公司 每个公司全部给打垮掉了 在家电行业形成了一个竞争的优势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 谈的这三个人都很有意思 它本质都是按照自己的商业逻辑来说 都是对的 结束心理这个事 你看你从商业逻辑来讲很简单 做公司就是为了卖掉 你是卖给可口可乐 还是上市卖给 公众或者卖给你国内的谁 到底是一样的 公司就是为了卖的 以前杰克威尔奇在集当总裁的时候 当董事长的时候 他第一个去拜访了德鲁克 他就问德鲁克他说 什么是好公司 德鲁克跟他讲 说你只要懂只要一条 当有人来买你的公司的时候 是好公司 第二个要讨论问题 那你卖的是便宜了还是贵了 那么我们来看 可口可乐是花了160多亿人民币来买他的会员的股份 买之前会员在香港的上市的公开的价格是4块多钱 4块2毛钱左右 然后可口可乐是用12块钱来买 那么就是说是以你的市场价值的三倍来买你的公司 这个溢价给的非常好 已经是非常高的溢价 如果9月份开始谈这件事的话 朱星铃又没能够谈得好那么好的价格 所以真的做商业游戏的逻辑的人 可能觉得朱星铃第一干了件挺漂亮的事 你把你新银库做了家公司 你原来是一个村里的企业 十几年以后 你能够卖给全世界最大的一家饮料公司 他来看中你 而且是以你的市值的三倍来买你 我们应该很高兴 是一件很优秀的一个商业案例 但是一旦到这个市场上以后 被解释为卖国 卖国 而且大家平时喝口口的时候 也没觉得它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个碳酸饮料 但是一旦到资本市场上 它就变成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力量 其实我想说朱星铃这件事情 是认为2008年中国在商业思想界出现了一个苗头 就是阴谋论 当然这是从一本类武侠小说开始的 就是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 都非常好看 但是废一所思 而且有大量的阴谋论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莱坞逻辑 好莱坞逻辑 它是一个把分繁复杂 复杂到无法把握的一个商业世界 自由市场经济